我是33 在上一集揭秘绵章拳中 我们通过撞肩训练 了解绵章拳 剑肉分枪的生法秘密 你要是仔细拍我这拳路 师傅没破开的话 但也有很多观众 对视频中配手的反应存疑 需要说明的是 这本就是教学强解 还非比赛或者是歇错 被打了 是有一种感觉 那么真的动手之时 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这次我恰巧采访到了一位有故事的男同学 在一栋写字楼里 我又一次见到了吕明杰老师 他正在跟弟子训练撞肩 就是我们上一集里说的生法训练 要胜功能故障 还会磕磕磕磕磁了一下 相当舒服 这已经没法力了 我们都没法力了 这还没法力 没法力了 但是他不知道我们俩在那些地球 都起来 把自分节都醒了 对不对 对吧 就是老公我怎么到到后面去的 你看这就到了后面去的 一个生法就到了后面去的 这个我明白了 哪怕要上官给你打了呢 就这么打了 哈哈哈哈 对吧 你都没有什么心呢 你去走 U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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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U U 就这么快 这就是年轮轮 怎么样的 你一想 耳鸣 耳鸣了吗 我这以前很小就喜欢这种格斗 在西安的时候上大学 然后就练那种拳击 正经学过一年的拳击 而且我的拳击教练是国家队退役 国家队的 所以我拳击练的还是可以 后来到了北京之后 学的是朝鲜的WTF跆拳道 教练也非常好 是朝鲜国家队的三届冠军 一直跟着他练到黑带 黑带二段 然后参加北京市的跆拳道比赛 后来是全国的跆拳道比赛 名次分别是北京市是第二 然后全国的是前八 传统武术 我是在练跆拳道散打的时候 打过好几个练传统武术的 然后呢 就是他们比划起来都能看出来 这是八卦掌 这是行义 打起来谁也看不出来 他们是练什么的 然后呢 就是您说的那个 没有章法 他们打起来是没有章法 他不知道格斗的一个 他应该做什么 挨揍了 那做什么反应 得势了 他应该怎么做 都不知道 他不像这个 现代格斗技 为什么人们对他的认知好呢 就是说 即便我挨打 我也知道我该做些什么 我在这挨着 你这一组打完了 该我吗 这是最前线的一个格斗 他们这些都做不到 还是 那一组 律服 终于路来拳 一来 你看 打这儿 建立封枪 还打到的时候 就要这个动作 随着那个 追这个视频啊 文章啊 然后认识了女师 然后女师这还是有幸来到了 那个我们院子 后来呢 就跟着师父 结识了 其实你们是经历的一个 原来是 迷上了 散打 跆拳道 之类 基本上属于 现代的搏击乡 对传统武术 不了解 等到遇到了 发展瓶颈 这时候想到了 看看传统武术 到底有没有真东西 还想到这试一试 你们是这么来的 直到这会儿 我还是不认为说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可以跟我打 因为全怕少壮了 但是跟你是实际交手呢 就发现 接着什么感觉 完全不一样 然后开始感兴趣 但是即便这样子呢 基本上在两年之内 我还是认为我一直都在收着打 一直都在收着打 我只是想学好功夫 然后依然不认为说 我撒了花的打 一个老人会 我会打不过他 但是直到我的功夫再出 然后呢 师父也逐渐在发力 我才知道什么叫做武术的劲 这个劲跟力量呢 没有直接关系 直到呢 体会到真正的武术发力了 然后才发现 我师父打我 就是一下子的事 就是一下子的事 然后开始 对武术的基本功呢 潜心的去练 不让你出来那种 我让他知道 你看 我都打他 他手上 刚才是一种什么体验 接到手啊 他会有一个 似乎很重 但是呢 你的力量呢 又没有给你顶回来 所以你的力量就不会撤 因为没给你打回来 你还在随着走 但是呢 你想打的方向 给你打偏了 你看 胡言语文 你看 你看 我把劲 看他手当那折 我已经披上了 这里头呢 有一个很深的体会 就是说 越是练过其他格斗技的人呢 他越 越不愿意放弃 自己本身出来的这种快劲 这种猛劲 这种刚猛劲 但是武术呢 是要换劲的 他要把以前的东西呢 不说扔掉 但是你不要去贪 以前那个力量 那个劲 然后你才能真正打出来 无数的东西 为什么就是感觉上你手就停在里面 你就不动了呢 你为什么不还手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是很经典 我也是一直思考 我也看视频 就是说 我打了一拳师傅之后 为什么我手是呆的这块 我也想了很长时间 然后自己也是就做一些变化 直到自己开始出东西 然后跟师兄弟一起做一些 拳的训练的时候 我才逐渐理解 就是 其实不是说我拳头不收 是我还没到收的时候 这是头 我的目标是击打这个头 先上步 手还没有完全伸出去的时候 到了距离了 我要伸手打 师傅这时候动我 我呢 继续往前走 这时候师傅 偏开我的手 然后造成了迎面打击 就很像是拳击里头的迎击拳 两个人同时出 但是呢 那个人是偏闪出来的 你继续走 他打着 一个道理 但是拳击里头想打出这个迎击来呢 概率很低 谁都想迎击KO 那是最容易KO的 但是武术不是 武术是一动 所谓你动我动 他就是一个迎击 总是迎击 一迎击的好处是什么呢 力量大 二消除 第二是攻击距离 我这手没打得难 后手很难出来 谁都知道不会这么短 对吧 这手没打完 这手不会出 人已经站在身前了 或者你旁边 所以就造成这手伸直的打 因为你也练过拳击啊 也练过一些现代格斗的这样一些东西 很多人会疑惑 就说你为什么不快进快出的这样一些打法呢 我跟师傅做过这种快进快出的 可以快进 但是出不来了 因为师傅呢 就是撇着你的 武术讲求的是短拳快打 他是刻意他去消除这个距离 所以他不怕你进 巴不得你来进 但是你进了之后 你想出去 是出不去的 他有两点 一 武术的步子 是碎步 急步 所以他不容你退的空间 他会急寸步的去跟你 然后顺着你的退式 帮你 就扔出去的感觉 你看我怎么进去 你看 你看 进来 我如果一遍了 你看我 我就是陷入常态的卑鄙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我进去 你贴我下潜 但是这个时候呢 没有机会起身 他会用船 用肘 用身体 把你全都摁住 这个时候呢 你想挑 还是挑不动 所以他跟武术的人打 做这种下潜的动作 进身 没有利益 你说我一触即走 可以吗 可以 但是谁都知道 这种的攻击 是不可能产生 KO力量 你撑死打他一下 撑死打他一下 这种力量 对于武术来讲 是根本不管的 所以他也会 找到你的这种 一触即走的节奏是 一冲即溃 因为你在走 他帮你 就会造成这种 我跟师傅试过 所以就是 其实你尝试过这种 跟他打这种游击战 这种 然后结果也没有成功 对 我可以称 比那个 跟他硬碰硬 多撑一会儿时间 但是我心里知道 只要他抓住一个时机 就是结束我的时候 因为我做快速快进出的时候 是不可能KO他的 只要练过的都会知道 这就摸一下 就跑了 人都属牛的 犯硬 他不敢离开 离开 你看离开我就打你 我也不离 但是我往旁边离 你看离 打 你看 刚死了 他的劲比我还大 我只要这一松 你看 打 你看 这种死了 我只要这一松 打 打 刚才这个叫闷死你 用你自己的手 防离自己 用自己的手 打自己 这就是为什么不能虚招 这就是 虚招 不到这 没法虚 这一松 绵章 到这 必须顶 所以 这一张 就到这 到这 就是这一松 想了解更多绵章权的秘密吗 记得点赞关注哦